国足即将在北京时间1月27日客场挑战日本队 这场比赛对于主帅李肖鹏和国脚来说都不容有失 因为国足要想保留晋级卡塔尔世界杯正赛的希望 就必须战胜对手日本 那么国足对阵日本的比赛 李肖鹏会派出什么样的首发阵容 就成为了球迷关心的话题 首先 门将位置上李肖鹏有可能做出调整 启用鲁能门将王大雷首发出战 王大雷是李肖鹏执教鲁能时 一直力挺的主力门将 由于之前的国足主力门将严俊明 在12强赛表现并不好 甚至还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严俊明的发挥就饱受争议 球迷都觉得严俊明不配在国家队踢主力 而且他在代表上岗出战连赛时 明显状态也很一般 球迷认为既然严俊明在比赛中状态一般 那么李肖鹏可以启用王大雷在终日之战首发 左后位位置上 老将王生超将继续挑大量 王生超在12强赛上发挥非常稳健 尤其是在国足对阵越南的比赛 王生超送出了两次有威胁的助攻 帮助中国对3比2战胜了对手 王生超在左后位位置上能攻擅守的属性 让他在终日之战踢首发 就没有任何悬念 国足对阵日本的中位组合 可能是郑争搭档蒋光泰出战 两人在联赛中的表现都有目共睹 其中郑争将作为国足中位位置的黑马亮相首发 希望届时郑争能拿出更多有说服力的表现 至于国足右后位位置上首发人选 将是能攻擅守的张明鹏 国足后腰组和无锡搭档徐星出战 徐星重点负责防守 无锡则是侧重于进攻 球迷非常喜欢的老将浩俊敏 则是在替补席上待命 等到国足与日本队的比赛 打不开比赛局面时 李肖鹏就会安排他出战 国足攻击组合是阿兰 吴磊张玉宁 精进到 阿兰和吴磊将作为两大主力飞翼出战 给对手带来致命一击 吴磊虽然在西班牙人队已经连续多场 在联赛中未登场 但是他依然是国足头号前锋 发挥好坏决定国足在终日之战的取胜前景 张玉宁则是国足主力中锋 为前腰位置上的精进到 起到侧应分球的作用 之前饱受争议的张希哲 因为状态不佳 应该是会被李肖鹏冷藏 精进到将顺势挑大梁 希望国足最强阵容出战后 能给球迷带来预期中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